大家好 你收看的是個人電訊的YouTube頻道 我們公司的WhatsApp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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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競技電話 現貨來說現時是有6加128 又或者是8加128 我們開來看看 其中一部是藍色 另外一部是橙色 電光藍和熔岩橙 它的配件都蠻特別的 你看到好像有斜上去 然後又斜上去 我們打開看看 真機拿出來了 都是玻璃的 中間這裡其實是LED彩燈帶 這個標誌大家都明白 就是有NFC 厚紫三鏡頭的 LED Flash 是Logo 藍色 開機看看 開一部 開兩部 全開了 如果是橙色的話 旁邊也是橙色的 藍色應該是藍色 前面是水滴平設計 平線比就會高很多 這裏有一個按鈕 可以看到嗎 在Volume上面 我來看看 全面平手細 都是用Vivo的系統 這部機器是用上 KioLong 855 855的 由於這部機器比較新 我暫時還沒有做功課 你說有些什麼 詳細的規格 我都不太記得 最基本的東西 錄給大家看 是食尚最新的Andra 9 曉龍855 最高時脈 單核2.84G 可以去到 8GB RAM 我記得如果8GB RAM 它會有一個 好像是 有一個44W的快叉火牛 現在看看跟機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 對了 這個火牛 比起平時那些 都是大 舊了一點 最高是有4A的 5V2A 又或者9V2A 最高11V4A 是一個44W 超級閃充火牛 超級閃充火牛 就一定要配上這條線 有3.5mm 旁邊呢 這裡有一個按鈕 還有這裡也有一個按鈕 這應該是在你玩遊戲的時候 競技模式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這兩個按鈕 那這個power 這裡也有一個 這個是AI 寫著AI 寫著AI 終於找到它的競技模式 那你只要去到這個設定 那你找回這個遊戲魔盒 按下去 那你再按這個 那你再按這個 好像一個 有一個bar 那樣 好像一個股票 那樣 就是股票的圖 那你按一下 那你按一下 後面那盞燈呢 就會亮了 那些藍色的呢 就亮藍色的燈 那這個就是它的競技模式 好 這個數據 大致上呢 就是簡單的介紹就是 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那大家忍耐一下 那我下一次呢 有準備好一些資料之後 我看看有沒有時間 那再跟大家 再詳細一點 介紹這部電話的 那大家有興趣呢 那要買這部 Vivo I-O-O 競技電話呢 那記得聯絡你各行電訊 那我們有一年代送國內 做一個原廠維修保用的 那跟機呢 都有一個 膠套 這樣的 這邊就是這樣 OK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